今天在古德伊芙妮,再次看到她 我們祈求了非常久,歡迎文慧如 嗨,也許桑桑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文慧如 回家的感覺真好,是不是? 真的很爽,我迫不及待 這個訪問之後,可以回去我家,躺在我的床上 我們剛才是在說,你回來有沒有跑去那個 衝衝 有 欸,這次沒有,可是上次有 過年的時候 對對對,過年的時候有 因為這次行程很趕啊 對,就是會是滿滿的一些訪問 對啊,就通告忙完之後,這 禮拜天就要飛回去了 風塵普普的,真的 沒時間 有沒有一些你這次回來特別想做的事情 就是吃啊 再怎麼忙都要把它做一做的 吃吧 還是吃 我吃了還是想要吃 所以現在就是趁空檔的時候趕快叫 就是叫 叫經紀人幫我先買一些 可以,就是可以吃的 哈囉哈囉妳 妳在宣傳期,方便吃這麼多嗎? 好可惡 可以啦,可以啦 偶爾啦,偶爾啦 沒辦法啊,99才來一次 對啊,好懷念喔 有力氣才能夠繼續的跑宣傳活動 對啊 欸,她在台灣跑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宣傳 對,大小小 有沒有算一算 從一月份開始跑到現在 對對對 然後這次就是來新加坡 可是妳完全有本錢吃啦 妳看她這麼熟 現在還可以啦 現在還可以啦 五年後我不敢講啦 可是 當然她也不是,妳知道 就是 完全 靠外型的嗎? 她是 很有實力的 對 謝謝 唱作新人 是 而且我講回來新加坡的好處是 嗯 你可以講Singlish 欸沒錯,真的 就是這樣咯 對,可以講咯 Shot right Very shock 鬆沒有咯 哇哇哇 來了來了 欸可是 這次發了張新專輯喔 在台灣那邊借了這麼多的媒體 然後也借了這麼多的這個粉絲們 看到大家的那個反應喔 很多其實都非常喜歡你這張 專輯然後裡頭 因為有很多你的創作嘛 那感覺是怎麼樣呢? 嗯 感覺有一種 說不出的感動吧 可能就覺得說 欸就是大家也能夠就是 接受一個創作時候的我 就覺得欸可能 你會覺得說 訪問的時候很多人會 還是在問一些翻唱的東西 欸結果沒有 就是欸他們都 很用心的把這次的焦點放在專輯 然後可以讓我就是 大聊這次專輯的一些靈感 或者是就覺得欸 這個轉換點啊 或者是他們也有認真在聽啊 或者是他們也會給我說 一些反饋 他們喜歡哪一首 不喜歡哪一首 我就覺得 突然好感動 嗯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之前大家就對文會覺得 喔翻唱女王 很會翻唱 然後很會remix歌曲 但現在是 全新的創作女王 所以那個 當時你會不會覺得 那個是一種包覆來的 因為每次都會記得是翻唱女王 嗯 可能會有一種包覆吧 我其實不是算包覆 我是不想要讓大家覺得說 欸我在發行新專輯的時候 大家對我的印象 或者是大家還在說 欸他那個票箱別放很好聽 然後完全就忽略了 可能有人說 欸他好像發新專輯喔 有咩你知道嗎 那種就是完全忘了我發專輯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有一陣子 還甚至把我網路上面的翻唱視頻 全部給下架了 嗯 只有欸只是好像前幾天前才剛恢復的 對 就是希望說能夠趁現在 暫時把焦點先focus在我的一些新作品上面 其實作為新加坡的歌手 我們作為新加坡的DJ 我們是非常非常開心看到 慧如在海外有這麼好的表現 沒有我真的很感謝 我真的很感謝YES933 我說真的 因為我就覺得 因為偶爾我在台北嘛 然後偶爾朋友就會message我說 欸我現在在933聽到你的歌 我就覺得好 真的很開心 就是說 通過電台 然後通過電台的支持 然後可以讓新加坡的朋友們 同樣聽得到我的新作 非常感謝 我想喔 我們本地歌手要走出新加坡 走出國門 在海外打拼 然後甚至打拼出要有一點點成績 是很難的 尤其現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競爭這麼的激烈對不對 作為一名新人 有沒有覺得這整個過程很辛苦 有沒有後悔 我覺得就是 鬼知道我經歷了什麼 開玩笑啦 可是就覺得 是辛苦沒錯 因為當然就是 而且是 可能從大家之前認識 認識的你 跟你接下來要做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 你就要 讓人家重新接受現在的你 嗯 然後可是我覺得 我滿享受這個辛苦 就是要享受 整個過程 就是欸你可以 欸就是可能 Door to door 你知道嗎 一個一個敲門 就介紹你的東西 然後欸大家 慢慢從他們眼中看到 欸他們 看到一些他們喜歡的眼神 或者是一些 反應的時候你覺得 對啊 其實我自己覺得 反而比我做翻唱的時候 然後即使給我 就是可能很多點擊率 我覺得 那個 看到他們喜歡 不一樣的 對 喜歡我新作品的那個 那個感動那種喜悅 其實 對我也很喜歡 對 因為你之前翻唱齁 那個是在網路的世界 對 怎麼說它都是個虛擬的世界 對 所以現在發了專輯 現在很真實 現在是一個發片歌手 是 就是你已經走到人群前面 大家是 直接看到你本人的 對 你知道 那個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對 因為我其實在翻唱之前 我完全沒有上過 他們台北的電台 嗯 就是台灣的電台 然後大家都很意外 然後 喔原來長這個樣子 喔 真的是這個樣子的 欸你好像其實比較矮 然後或者是就 欸沒有我想像cover中那麼高 就覺得欸 以前就是可能大家 大家覺得我就是在一個 活在一個網路世界的人 嗯 然後走出來 然後推出自己的新作品 或多或少 大家都會有一些精神 有沒有人唸一下 這真的啊 只是有人說 就是欸 你比我想像中的矮很多 哈哈哈 那有沒有變成說 你現在出門都會比較 呃 在乎自己的打扮啊 不可以太隨便出門啊 因為現在畢竟是 發片歌手 是明星了 對就是會一直怕被偷拍 沒有啦 哈哈哈 就是 我素顏就戴口罩吧 可是我覺得 我素顏 你經常素顏嗎 呃蠻長的 哈哈哈 素顏然後 就沒工作的時候就是不化妝 素顏然後穿睡衣這樣 哈哈哈 下去買鹽酥雞嗎 買一個便當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 應該蠻難認的吧 因為我隱形眼鏡也沒有戴 然後就戴眼鏡 然後還戴口罩 然後就穿得很邋遢 覺得 目前還沒有被認出來 對我覺得就是 就是可能有一種 有一種就是 就是到一個境界就是 那不可能是文慧如吧 哦 對就是要 要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假象 嗯 對 有搭捷運嗎 就喬裝成路人搭捷運 聽聽有沒有人唱你的歌 哼你的歌之類的 欸 應該不至於吧 可是就是搭捷運的話啊 就是會戴 會戴口罩啦 因為我發現那邊也蠻常 蠻多人戴口罩的 就覺得欸我戴很不會很奇怪 可是你在新加坡戴 你不要戴啊 對 你戴大家會更關注你啊 欸這不是 你在新加坡戴 全世界人都會看著你 你在 你在 九三三 25分了 今天在古德伊芙妮有文慧如 剛剛我們在聽這首 親愛的你啊 慧如就跟我們說這首歌 哎呀錄得很辛苦啊 為什麼咧 錄得好辛苦 這首歌不容易唱啊 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有一部分是 因為我記得這首歌錄了三天 然後第一天錄的第二天 完全一句都沒有用到 就是等於重唱 對就是製作人聽了覺得 嗯不可以 太過分了 我想我問喔 作為新人喔 那製作人說 好重唱 對啊 你是會壓住那個氣呢 還是你會問他 為什麼 你要跟我講 我才知道 我怎麼可以再唱第二遍 第三遍做得更好 沒有啊就是 你怎麼可以 我就OK 嗯好 我重唱 開玩笑啦 可是 就是覺得 我覺得他們都有他們 因為他們是很專業 很資深的製作人 其實從他們角度去了解說 為什麼要重唱 因為我記得第一天我唱得很尼南 就是輕聲細語 啊 對 因為這首歌我其實 是寫給我 就是天天國的外婆 嗯 所以可能第一次我覺得 我太控制不了自己情緒了 所以我唱得很現實底里 就是那種 像小聲唱 就是覺得 可是製作老師會覺得太多了 就是太油了 或者是 這樣的情感 情緒太滿 對太滿了 所以變成第二天就要開始 hold back 然後要重新再錄一次 嗯 但至少他也給你一個方向啦 他不會就是丟你在那邊 對 可是 就是 我覺得要試著去了解 製作老師的 角度啦 至少他沒有騙他 啊OK很好很好很好 其實都沒有在錄 哇 欸有些老師是這樣子的 會這樣嗎 有些會這樣嗎 就讓你在那邊 唱著唱著唱著 也不曉得 是在錄還是沒有在錄 上面你今天唱那些歌的時候 是這樣子啊 是這樣嗎 我不記仇 誰是你的製作人 沒沒沒 我不記仇 姓林的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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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沒有其實我覺得 我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會就 呃 被你那幾個音符 被打動 特別是 謝謝 飆那個高音還有那個旋律 謝謝 我就覺得這首歌真的超好聽的 然後再加上背後的故事 嗯嗯 沒錯 然後真的會有那個 被感染的那個氛圍 嗯 其實對啊 這首歌在整個專輯裡面 對我來說也算是意義最重大的一首歌啦 就是 對於生離死別一個比較 比較嚴肅的課題啦 嗯 好聽 謝謝謝謝謝謝 非常棒的創作 新專輯裡面 這首歌是錄最久的 剛剛說三天啊 對然後最後一天就錄和聲這樣子 喔喔 所以這個是 錄最久的還是有其他的歌 算是最久的了 嗯 最輕鬆的呢 三天整整都待在錄音室 把它錄完這樣子 嗯 那有沒有最輕鬆的 最輕鬆啊 最輕鬆應該就是一天可以錄完吧 就是副歌跟 對就是跟和聲 可能那像錯對了 就是EDM的一首比較 比較輕鬆就可以 比較容易去做一些處理 對 嗯 像惠如我們知道 除了是能唱之外呢 也能演喔 以前是 洪星出身了嘛 今天好像洪星大獎剛 拿過獎的 那個是什麼 蘋果獎嗎 而且我跟你講 新平過獎 還是 洪星大獎25周年 真的 搞不好 會掉你的畫面出來 也說不定你知道嗎 要拜託不要 No please 你現在看到 還會覺得說 怎麼會 因為我以前又黑 又那個 還在發育啦 又黑又矮 嗯 對就這樣 然後 眼睛又 又很無神 對因為以前都 就是小孩子沒有化什麼很濃的妝 就覺得 不太在乎 我眼神好飄 對對對 可是你拿過獎的啊 Hello 我真的覺得 那時候真的是 有一場戲 我真的剪 我差點要暈倒 因為有一場戲 就是我很生氣 剪了劉子炫的婚紗 然後那場戲 一直重來一直重來 然後我剪的時候 那種是呢 剪的時候很氣憤 是那種很叉氣這樣 然後我一直演 然後一直NG很多take 我差點要暈倒 你知道嗎 超好笑的 是 現在看回自己喔 往往會覺得 當初 那個 不夠好 很尷尬啦 很尷尬啦 可是我問你 當初的那些表演經驗 現在 會不會覺得 你當了歌手 面對媒體 然後拍MV 其實都是很好的摩連 會耶 我真的覺得會 還好有這一段 還好真的尤其有這一段 可是 MV還是有點太突如其來 因為第一天 比如說跟男主角 就是 第一場就是見面握個手 然後下一秒 我們就在床上了 情緒要轉得很快 起碼演的 今天都是連續劇 它還有一兩個月 你可以慢慢去了解 然後MV真的是 一天要拍完 然後感情戲啊 然後恩愛的啊 然後下一秒 情緒哭成要很快 對 要開始吵架 就覺得 也太快 讓我有點 你知道 可是拍MV又不一樣 拍MV要照顧到那個 唯美感 沒錯沒錯 因為拍戲要真實感 可是MV要 又漂亮 要照顧角度 所以本來唱的時候 唱得很猙獰 因為我真的就是 照著我飆高音的方式去唱 然後那個 眉頭整個皺在 然後導演說 嗯你放輕鬆好唱 就是不太好看 對 要把錄音間的 那個表情帶過來 對 因為我在錄音室 真的就是 對啊 因為高音有時候就是 沒有太過去考慮說 嗯 那接下來如果邀約了 就是說可能 啊慧如啊 那你就除了唱歌啊 然後演戲方面 也來表演一下 反正你都拿過獎嘛 我覺得 我 這好有壓力 用這個獎這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 我不排除演戲啊 因為我覺得 我對表演是很有熱忱 就不論是 音樂啊 或者是 甚至舞蹈 我喜歡看啊 可是我不太會跳 但是我覺得 就是不排除 有任何的 好的機會 或者是機緣 對都可以去試試看 嗯 我想剛才講到表情 其實你現在在外面 做表演的時候呢 那個表情也要照顧到 也不可以完全的 就是 很肆無忌憚的 就不要高音 然後做一個最自然的表情 因為現在有很多鏡頭 會對著你拍 對啊 然後臉就會拍得很大啦 或者拍很腫啊 或者是你知道 眼睛飄上去啊 類似的 這都是一個學習過程嘛 對不對 沒錯沒錯 當歌手 所以好辛苦喔 又要唱得好 又不能夠太猙獰 或者是太猥褻 到底 哎呦什麼歌會讓你有 猥褻的表情 想知道的話 等一下看我們的Facebook Live就可以了 九點鐘 將會有我們這個非常獨家的直播 OES大家唱 除了有會議之外 你也會跟玫瑰一起唱 欸那個感覺怎麼樣啊 很期待吧 我想 蛤我好期待 我真的沒有聽過 嗯 玫瑰 欸有啦有啦 Spop的時候他有唱了兩句 可是你們同台一起唱 對啊 同台一起 真的是機會很少 真的是機會好少喔 嗯 好期待喔 玫瑰你要加油 我們要加油 我們在九點 肯定是好聽的 的時候就會在Facebook進行直播了 今天很開心 慧如上節目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去聽他現場唱歌 然後看看他的表情有沒有很猙獰 有猙獰 有猙獰的話你去留言告訴他就可以了 很醜很醜 快點快點 明天明天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這樣專輯 來講一下專輯名稱是 親愛的你 怎樣的我 謝謝慧如上節目 謝謝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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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